譚永浩、徐偉賢、廖淑芬 這日為音樂劇進行彩排 舞台劇以失戀做主題 還用韓國做故事發生背景 講述三對情侶要釋放自己感情 避開失戀的故事 說明是音樂劇 當然要唱歌 所以Jarrett也很努力練歌 甚至無用怕牽掛 新的處境、新的機會 一切怕此極看 現實卻未太好 吸炎氣吧 他可以成就更高 有著只望 盡全力向相流 大眾應同一號定會發亮 時間多了我必須走 人中要向前看 这次也是他第二次做舞台剧 不知道又有怎样的感觉呢 因为这次我自己很幸运 这次是我第二次参与一个音乐剧 又可以和我们剧后一起去演出 谢谢谢谢 其实在他们 而且这次这个剧 很多的演员本身都很有经验 就算是我们这个剧中 最小的演员只有19岁 但他也是APA出来的 其实我在这里是经验最浅的 你不浅的… 舞台经验不浅 因为音乐剧我真的第二次 但他的演员经验比较好 可以看到大家去演的时候 我就跟着大家去演 Jarrett和女友杜耳神 当初就是因为合作舞台剧结缘 这次Jarrett再演舞台剧 女友会不会来捧场 因为他现在也要演另一个音乐剧 刚刚我们大家的期 是搭着的 但是他有一天是好像来到的 我当然很想他来看 希望到时他可以来到 如果他不来就… 就… 但平时在家里会不会帮你一起对对白 我这个会 因为他演那个剧 我之前都有演过的 有时我们大家会再研究一下 怎样去演 接着我又会跟他分享 很多我在今次这个剧团里面 看大家是怎样去排练的东西 因为始终之前那个剧 很多都是一些比较新的演员 今次这个剧是很多一些很有经验的演员 刚刚荣获第30届香港舞台剧奖 最佳女角色 剧后廖淑芬 这次的角色十分有趣 事关他要演一位韩国亚珠 我是做一个韩国的大妈 都是寻找着爱情的 有不同年纪的人都是寻找着爱情的 所以今次有没有很多韩文的对白 歌词或者歌词 为了香港的观众 我们就把他变成王座 翻译了 徐伟然这次为音乐剧担任作曲 作词和音乐总监 剧的歌曲会是他做原创 在创作和编曲上 都花了不少心思 今次其实这个剧都筹备了一年半 我们其实去年12月都做了一个试演 试演收集了很多观众的意见之后 我们再将剧的歌曲 有些歌曲重新再写 我在音乐上都做了很多 例如你会听到一些很惨的歌 有些是一些比较换味的 好玩一点的 因为我们这个戏都有整九个演员 要他们跳舞 让大家看起来的场面 都会很热闹